华联县记者协会所举办的漏网镜头摄影展 从10月15号开始 以杨军为各展为主题 在华联市公所市民一郎展出 这次带来27件作品当中 除了可以看见与市政有关的漏网镜头之外 更能体会到媒体职场的酸甜苦辣 地方上只要是发生任何大小事 记者媒体总会在第一时间 提供给民众第一线的画面及讯息 但却鲜少有人可以看见 镜头背后的点滴故事 因此华联县记者协会 从今年6月份开始 特别收集会员们的漏网镜头 在全县巡回展出 而15号上午是在华联市公所 市民一郎热情登场 华联县记者协会漏网镜头摄影展 在华联市这是第4场 那么为什么是杨军为的各展呢 因为我们在这一次摄影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记者协会的会员 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摄影的专场 或是工作的专场 那我们特别看到杨军为会员 他不只是在新闻照片拍得好 他还有很细腻的一面 可以在新闻的现场 再去捕捉到很多不同的新闻人物 或是媒体工作他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特别把他的作品抽出来 做他的一个个人的各展 因为我们每次在采访新闻的时候 那个时间都是很片刻的 然后可能大家都急于的要把现场的画面收集起来 那我的习惯就是除了现场画面之外 我还会再去记录同业 在这个现场中的辛苦 有些时候是很有趣的 有些时候是真的很危险的这样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样长时间记录下来 然后刚好学会办这个展 然后刚好有机会展出 让大家能看到就是记者在工作时候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状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记者的朋友们真的很辛劳 就像等于说是一个救火队的概念 那每当有好的新闻的时候 固定的新闻的时候 记者总是第一个先到 那有突发状况的时候 当然记者可能正当休息的时候 或是在外地 他必须要赶回来 连夜赶回来到事故现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记者对于我们生活 知的这一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现在资讯发达的时代 那记者也面临到许多许多的考验 那未来也希望说大家对于记者的职业 有不一样的认识跟了解 也可以看一看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下 在拍摄的过程里面有趣的画面 华联县记者协会热网镜头摄影展 这次是以杨军为个展作为主题 带来27件充满温度的摄影作品 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31号 只要是在上班时间 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前往华联市公所参观欣赏 看看漏网镜头的喜怒哀乐 也借此认识到媒体职场的工作内容 记者许立琴 华联市报导